望著你的背影讓我想哭 想摟著你聽你傾訴 你的沉默刺痛了我的無助 哪首歌啊 只想陪著你追逐一種平凡的幸福 為何選擇不是開始而是結束 我想問一下壹傳哥 因為其實關鍵勝負就是一跟二 三方各推薦給民調專家 檢視11月7號到11月17號的 所有民調結果吧 結果呢小牛就把所有民調露出來喔 他全部去比了 猴柯佩9比5 可是因為美麗島太多了啦 我把美麗島這種只採一份的話 目前比數2比4柯文哲正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如果你掉進細節 掉進這個幾比幾 那你就笨了 昨天柯文哲已經在媒體上講得很清楚 美麗島民調的不能用 ET Today不能用 新普通跟誰在修過 跟匯流啊 匯流其實都不能用啊 剩下四星大學 哈哈哈 今天到處都在做民調 那我請問怎麼加總啊 沒辦法加總啊 這兩天做民調 他只能做到明天不是嗎 明天晚上結束後天公佈嘛 那後天公佈是不是明天晚上就知道 所以說今天就結束啦 朱立倫當時講說剩下三個比嘛 比 對比 戰比嘛 那現在這些問題存在嗎 通通不見 那這些都沒有談耶 所有本來大家堅持的 什麼全民調 政黨 什麼什麼比什麼比 那個全部都沒了嘛 現在全部就是說 喔 反正馬英九禮拜六早上會公佈 所以 對陳志涵等人來說 你們在講什麼啊 陳志涵的表情是這樣 我揣摩了他的心情 我唸一段給各位聽 他們的心情叫做 望著你的背影讓我想哭 誰啦 想摟著你聽你親訴 你的沉默刺痛了我的無助 哪首歌啊 只想陪著你追逐 一種平凡的幸福 為何選擇不是開始而是結束 王傑的歌 王傑的歌 因為他不知道他的老闆在裡面發生了什麼 為什麼出來會有這麼大的改變嘛 對 那這裡頭呢 這個協議還留下幾個伏筆 喔 正好你唸第五點的前面四個字 藍白合後 代表不一定合 喔 沒有合就沒有後面 對 所以前面講了那麼多 如果最後答案是沒有合後面全部都不要講 然後你再看第三個 贏的得一點 如果在誤差範圍內呢 就這個 猴柯配得一點 那沒有柯猴配得一點 沒錯 所以 怎麼意思 接下來答案不會有柯猴 可是會有猴柯 柯文哲如果贏 那就全拿 猴友贏就全拿 在誤差範圍內叫猴柯喔 可是沒有柯猴 然後第二個你講那個7號到17號 小牛算出來 就是這個答案嘛 可是這個答案有沒有爭議 當然有爭議 也有啊 禮拜六早上 馬英九說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對啦 簡單啦